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我们有很多流感 每年流感都不一样 每年要打预防针 所以未来新冠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像打流感疫苗一样 你年年都要打 因为今年可能是H1N1 明年是H2N5 什么anyway 就一直变 一直变 一直变 好 那人类就永远要跟新冠变成朋友 年年打仗 怎么办 病毒 实在是人类 人类 人类 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那当然讲到这个大统领还提出 在本周将会对于这个中国修订国安法 定出一个他措辞上这样讲 强而有力的方案 强而有力的方案 好吧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那当然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不怕的啦 对不对 好 进入今天的这个整个点评的主题 我们要谈到是在加拿大的孟晚舟 有回家的机会了 这个太重要了 我们讲了很久很久这件事情 当然特别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好朋友DVS 大力赞助 因为有DVS的大力赞助呢 敬为点评才有这个前进的这个动力之一嘛 对不对 当然大家支持DVS支持 像DVS那么好的 这个新西兰最大的通风换气公司的支持 实际上也代表我们节目的档次 对不对 够高 对不对 有那种商家肯定 因为这个真的很感恩 这个有最近很多商家一直在跟我谈 希望对于敬为点评 有很多支持 我都会这个非常慎重的这个考虑 如何去适当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但我想DVS的好处大家都知道 尤其在最近新西兰又潮湿又冷对不对 如果通风换气系统就可以把你家里的 撕空气带出去窗户就不会有露水 屋里没有霉味 也不长霉点 这些都靠通风换气 对不对 整个系统24小时运作 空气非常的干净干燥 很健康 当然来讲如果有需要找DVS的Jonathan的话呢 就拨打他们家的电话 讲中文都通哦 0800387888 0800387888 你看发发发 很好记啊 他的微信号更好记啊 对不对 021 024 18319 021 024 18319 找DVS哦 对不对 5月特价抓紧时间 好 孟晚舟 我想在2018年的12月1号之后啊 这三个字啊 大家印象深刻 全世界大概都熟悉他了 对不对 有人叫他晚舟孟 孟晚舟 我还记得我看过一篇洋人的这个报导啊 谈到了关于孟晚舟啊 为什么呢 跟他爸爸不同性这件事情啊 当然这个华人都知道了啊 但孟晚舟在2018年的12月被逮捕之后啊 这个立刻华为呢 的这个原来的风风雨雨啊 就扶上了这个台面 到了一个这个等于是 火力全开的地步 因为过去华为5G发展啊 很多国家的做法就是 我我我限制华为 对不对 就挑明了我限制华为 不准参加我们国家的5G建设 那5G建设有多重要呢 又关这个国家未来的兴衰 这是真的哦 这个这个这个也就 让很多国家非常的担心 如果5G就跟那个什么 1G 5个1G 对不对 或是3个2G 对不对 那我就6G 有些人问我说6G 有什么解释一下 我说6G啊 就是5G加1G 就6G嘛 对不对 实际上6G当然层次更高啦 其实就是一种蜂巢式 我们看到没 蜂巢蜂巢 蜂巢式的传播方式 好这个不扯远 现在回到讲到孟晚舟 孟晚舟当时在温哥华转机 准备飞墨西哥开会 但是呢被加拿大的 这个边境管理局啊 还有加拿大的旗警 给征讯之后呢 这个收押 这个后来当然交保啊 他用房子啊什么交保 然后当时是应美国司法部的 引渡要求 那是由美国联邦 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 开出的船票 希望加拿大协助 那这个联邦法院呢 给了美国司法部 美国司法部就交给 加拿大的司法部 司法部就交给 边境管理局抓人 对不对 好那孟晚舟现在呢 这个案子啊 从18年被扣之后 19年一晃过了 对不对 就在就在星期三 加拿大的时间 星期三的早上 对不对 各位看到的时候呢 应该是 这个节目我们播出的时候 是新西兰时间 星期三的下午啊 这个三点嘛 对不对 北京时间是早上的 这个 11点 然后呢 你当然啊 这个因为时差的关系啊 他们那边 差不多快睡觉了 晚上快睡觉了 然后隔天 那他们是礼拜二 隔天 到我们礼拜四的时候 大概我们起床的时候 对不对 各位明天起床 就可以知道 孟晚舟 能不能回家了 五百多天呢 五百多天呢 对不对 被软禁在加拿大 有些人说 他住豪宅啊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讲真的 说实在话 你把你自己啊 这次防疫期间啊 关在家里都快疯了 对不对 你真的是五百多天 那真的是非人生活 你完完全全受监视 带着电子脚铐在手上 还好我觉得他EQ高 这跟有没有钱 没相关 你那时候再有钱又怎么样 对不对 你能飞吗 你能走吗 不行啊 所以牢狱之宅 牢狱之宅 对不对 所以中国我们不讲吗 这个牢狱之宅 这个都是要麻烦 那好 那孟晚舟呢 当然来讲呢 在加拿大时间 这个等于是 就是当地的星期三 27号 27号啊 这个应该是没错了 27号当地时间 我们的星期四 他的星期三 那在这个卑斯省的 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要做出一个宣判 判什么呢 因为在引渡的时候 他有一个要件 就说 你要求我加拿大引渡 孟晚舟 对不对 好 触犯你美国法律 因为触犯美国法律 美国才抓他嘛 要通缉他嘛 要审判他嘛 对不对 好 那我要看了 他犯的这个罪 是不是也是在我加拿大 能够成立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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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啊 杀人 假设某人在美国杀人 美国要求引渡 据说 张三 那 比如说加拿大就要看 加拿大有没有杀人罪 也有 对 好 那就可以引渡 万一 今年 今天这个张三 在美国犯的是一个 有什么罪会不一样 其实就是孟晚舟的案子 对不对 这个 欺诈罪 这个 这个其实美国起诉 孟晚舟的案子 有两个 一个就是欺诈 那欺诈谁呢 欺诈银行 那 怎么欺诈银行呢 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 孟晚舟跟 HSBC 汇丰银行 在一次会议当中 讨论到关于 他们的子公司 有没有在 跟伊朗做生意 这件事情上呢 美国认为她撒谎 对不对 另外呢 对于整个这个 孟晚舟来讲 其实 这个最好 是因为美国制裁伊朗 才会成立说 不得跟伊朗做生意 对不对 这个 华为是一家中国公司 孟晚舟 是一个华人 中国人 好了 就算她拿加拿大的 什么身份护照 我们都撇开不管 这个 跟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矛盾呢 你 说句不好听 就被卷进去了嘛 对不对 好 美国说你不准跟伊朗做生意 任何人跟伊朗做生意 我都抓 对不对 就这味道嘛 对不对 你抓得完吗 那一定要抓一两个 来开刀的咯 他抓大的咯 对不对 来开刀 杀鸡井猴 所以就把孟 给盯上了 对不对 孟有没有窃取 美国国家机密 应该没有 孟有没有在美国 偷过东西 没有 杀过人没有 没有 对不对 他做了什么事呢 跟伊朗做生意 对不对 跟伊朗做生意的当中呢 跟银行 没有讲真话 所以呢 要起诉他 当然呢 加拿大现在的问题是 加拿大的这个 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啊 跟法官就讲了一个 最重要的关键 在加拿大 在当时 2013年的时候 没有制裁伊朗哦 没有制裁伊朗 所以不构成犯罪 所以不构成犯罪 对不对 你这个法律要 有的是要 看能不能追溯既往 在那一个时空 这个行为不犯罪的话 你不能说 因为在那个时候 你做了这件事情 但现在的法修改了 所以你犯罪 这个法啊 我跟很多法界的 这个大律师啊 法官啊 都有了 稍稍了解一下 法的概念 西方制定 不管海洋法 大陆法 他其实法 就是像 土司面包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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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常常就在一个点上 我们只讲这一件事 你别说 扯东扯西啊 什么这个那个 对不对 像我们平常 这个小的时候 对不对 偷吃糖 妈妈说 你怎么偷吃糖 你马上听说 哥哥姐姐都吃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要罚一起罚 要不然都不要罚 但是法是不能这样讲 你不能这样算的 法是一件一件算 像土司片 这一片 有问题 就这一片 你不能说整条土司都坏 不能这样讲 只能说这一片 有问题 好 那孟晚舟的案子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一 在 就美国起诉的 这些罪状 在加拿大 成不成立 如果不成立 没有不构成 能够引渡 引渡还要保护 这个 嫌疑人的人权 哪怕他不是 加拿大人 在加拿大司法的精神上 这个人是 必须 享受加拿大的宪法 保护他的人权 这一点很重要 不能说 因为你是歪伙人 对不对 弄死你 丢给美国 我们要得罪美国 去吧 对不对 我们先撇开 他是不是华为的 对不对 公主啊 但是在这个 法治精神上 这一点很重要 对不对 这第一个 所以在27号 就是 加拿大时间的 星期三的早上 要做出的 最高法院 做出的宣判是 有没有 符合加拿大的 犯罪 如果孟晚舟 同样的case 在加拿大 如果是加拿大 来看 她是不是罪犯 是不是需要接受审判 如果是 那就不用说了 就等六月 开一个什么庭呢 六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还要开一个庭 是孟晚舟律师提出的 她的这个辩护律师提出的 关于孟晚舟 在2018年12月 被逮捕的时候 的逮捕程序的瑕疵 就是我们曾经讲过 米兰达协定 他根本没跟他讲 他入境的时候 那海关 那边境管理局 其实都知道要抓人了 而且当时第一时间 听说美国要求 是上飞机抓人 抓了人就带走 但是听说 美方后来说 不要上飞机抓人 这样的话呢 他有警觉性了 对不对 你一定要念 米兰达协定 说你有权保持接默 像电影一样 你有权保持接默 你有权请律师 律师没有来之前 你可以拒绝做任何的发言 因为你所有的证词 将成为称唐正供什么 对不对 各位都看过港剧 一定要念 管那个罪犯当时是被 压了脚底下了 或是已经全身都是血 对不对 你只要逮捕他 一定要讲这个 那当然这要讲一点题外话 就讲到米兰达协定 他是这样子 他实际上是当年在美国 有一个人叫米兰达 他呢 他呢 有一次有人啊 在这个下班的时候啊 等于是一位女性啊 被别人性侵 当时呢 在这个作证的时候呢 就指出 说这个是米兰达 那当然呢 这个米兰达 后来被逮捕 在逮捕的过程中呢 这个 等于是警察啊 就让他认罪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程序上有问题 当然米兰达 后来这个 经过他的律师 他又出来啊 什么这些啊 就最后啊 这个就认为 在逮捕的过程中 有瑕疵 后来就把米兰达放啊 对不对 要求以后所有的司法人员 逮捕嫌犯的时候 必须跟嫌犯说 你说的证词 说的说的话 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对不对 你有权保持揭默 你可以请律师 这些 对不对 后来全世界各国啊 都采用了米兰达声明 这件事情 这个就代表是一种 对于人权的尊重 那在12月1号 他们呢 海关先上手 看着孟莱啦 对不对 检查行李啊 打开他的皮箱啊 就说 我们到旁边 有一些话要问你 那我们到机场 一般都会觉得说 好啊 我坦荡荡怕什么 又不走失毒品 对不对 我又不是非法入境 对不对 来了 他就叫孟交 电脑的密码 手机的密码 然后呢 就跟孟儿啊 东扯西拉 还聊哦 问了一个点 你们在伊朗的业务还好吗 做的怎么样啊 哎 你是海关 你的业务 是这个人的签证 有没有 有没有过期 能不能合法的入境 加拿大 对不对 这都是问题哦 但是 他却一直套他 在套他 然后把他的电脑 这些资料 都交给相关的 加拿大奇景 啊 这个这个程序上 已经有问题了 后来大概经过 两三个钟头之后啊 他们说 哎 我们现在要逮捕你 你有权 表示保持揭默 你可以请律师 你刚刚所说的话 将成为呈堂证供 这个就是玩了一个 看起来是像插边球 但实际上 你已经违反了加拿大的 宪法精神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 其实一开始 大家就知道 就是要抓孟晚舟 只是什么 让海关先上 对不对 所以孟的律师啊 在六月份 将打这个官司 如果 如果 明天 明天 法院宣判 孟晚舟 的行为 欺诈行为 在加拿大成立的话 那孟就回不了家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 我们还有机会 引渡庭之前 可以打一个就是 逮捕 瑕疵程序 这也是一个 加拿大犯了一个大错在这里 那 当然如果这两个都不成功 再来就是要进入引渡庭 对不对 加拿大能不能同意美国引渡 但是在这个引渡庭啊 因为司法程序 他就是为了保护人权 依照加拿大的法律 等 就算引渡哦 比如说前面啊 这个罪证啊 同样有效 可以成立 好 第一关回去希望没了 那第二关 逮捕瑕疵 后来最后证明 逮捕合法 没有瑕疵 好 进入引渡庭 引渡庭最后 判判判判判 几年后 说同意美国引渡 好 到最后了啊 最后是什么 要这个这个案子 整个审判案子 卷宗全部要送到加拿大司法部长的面前 加拿大司法部长要把所有的卷宗看完 最后决定签不签字 只要 只要哦 只要 加拿大司法部长不签字 梦就不可以不引渡 司法部长说好 同意法院判决 他签了 梦就走了哈 所以现在是一二三四 四道 程序的第一道 梦 能不能回家 如果 明天 判决 在加拿大的这个行为 不构成罪犯的话 梦要做一件事情 跟时间赛跑 最好是有一辆超跑 朝着温哥华的机场 飞奔而去 最好有一架飞机等他 因为呢 加拿大的检察官 有权上诉 不服判决嘛 我有权上诉 只要 他一提出上诉 这个 这一提了 那梦就不能走哦 你要等上诉啊 大家重新 在交 什么 最高法院 在复审啊 或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还是要走一次法律程序 他并没有三审定验 对不对 好 那也可能呢 加拿大的检方 就不起诉了 就好 尊重最高法院判决 啊 所以这个 但只要飞机一起飞啊 就算 上诉 那 这个 可以啊 可以啊 这个申请啊 这个 就代表律师出庭啊 这个如果有怎么样 反正人已经不在了 对不对 上诉也没那个意义啊 那带梦也可能不需要做超跑跑 对不对 就坦荡荡 我就在那等你 对不对 你上诉啊 什么什么 但是 这个 这个最后啊 不管明天怎么样 是 能够被判无罪 梦可以自由 立刻 电子脚镣拿掉 对不对 然后就自由了 立刻可以 不是说走回家了 立刻坐飞机飞走都可以啊 甚至在 那个 机场 等一下专机 然后跳上去 就飞了 只要一一一飞上空 那飞机也不会去追什么 战斗机把你压回来 没那么严重 实际上 从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 呃 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如果梦 啊 虽然司法独立哦 司法独立 啊 但梦如果被判无罪 梦离开了加拿大 实际上 我个人认为啊 大家都松一口气 大家都松一口气啊 最高兴的应该是谁呢 美国 倒不是中国 对不对 中国当然呢 呃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是一个 中国人也很讲面子的一个问题啊 梦的释放代表中方的一种胜利啊 但是松一口气的呢 我个人认为是大统领 松一口气 因为 孟晚舟的案子啊 她的这个 这个 这种 会变成今天这样啊 应该出乎美方意料之外 因为过去美国做过很多这种 什么侵权案啊 只要 美国联邦法院一起诉 对方都乖乖的啊 自己去美国啊 出庭 然后自己在监狱去报到 都是这种情节 对不对 因为你以后 除非你不要做生意啊 所以我记得当年在台湾 一家非常上市公司的这些 电子公司啊 就专门做半导体的 被美国告啊 什么这个 那个一大堆啊 什么智慧财产啊 什么这类的 没办法啊 你以后在美国要不要做生意 去吧 派了副董事长 带了三个官员 从容就义 去接受审判 入狱服刑 真的是这样 那个例子太多了 所以美国当时觉得我玩华为 我把梦 给判刑关起来 杀你华为的威风 但没想到 在加拿大的这个 逮捕之后啊 这整个情况 没有像那个剧本原先 预想的那么顺利 中方的反应 舆论的反应 家方的反应 弄到现在呢 这个变成一个烫手山芋 对不对 你今天真的引渡了 把梦弄来了 我说真的 你能因此就制裁华为了吗 你其实要的不是修理梦 你要的是什么 你就是要 就是要打压嘛 对不对 打压华为 打压华为 后面的这些所有的科技发展 那已经很明显了嘛 梦不过是 就是一个代表人而已啦 对不对 你关了梦 你还要监狱有成本呢 对不对 你因为你把梦关起来 你就胜利了吗 那只是赢一个小小小小的面子 在这种大国的竞争之中啊 梦的案子实际上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错误的一步棋 当时怎么样杀盘推演 都觉得漂亮 我怎么那么聪明 想得出这种方法 对不对 叫加拿大小老弟下手 但没想到呢 结果呢 对不对 所以哦 这个都是 人算不如天算 做事啊 我们都要pass 对不对 人生啊都一样 你我都清楚 人生就是要 一步一脚印 人在做天在看 对不对 想搞这些有的没有的 弄到最后呢 自己头大 但我们也祝愿 祝愿啊 孟晚舟 能够非常这个 这个lucky的哈 得到公平的司法判决 无罪 当场释放 然后呢 他也不必做超跑专机 他就非常从容的 从这个法院门口 跟大家挥挥手 讲讲话 谢谢各位 五百多天来的关注 对不对 我要回家了 多酷 对不对 虽然航班现在 不知道 有没有那么多了 但怎么转机要转回家 对不对 我走也要走回家 对 这种精神要有 所以呢 这个孟晚舟的案子 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事情 但也看得出来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真的 蹲好马虎 天底下无难事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 收听收看在这里呢 各位不要忘记 喜欢的话订阅订阅喔 我们不断的向上冲 非常谢谢各位支持 我们现在呢 这个朝九楼迈进 九楼后面还有万点 对不对 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 都是希望肯定 肯定我的好不好 肯定我 各位就支持我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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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